市议员善用建议款来促进地方建设 怎么会惹出争议呢 林伍中议员在今天带着竹子还有植栽 来到议事厅当中进行质询 因为他认为自己运用了建议款100万元 希望能够争取而服中心的围墙绿美化工程 在完工之后看了令人傻眼 但是用的材料现在问起来的话 恐怕是根本不需要到100万 特地把裁切好的竹子和植栽带进议事厅 市议员零伍中针对提拨百万建议款 促成的儿服中心围墙改建工程很有意见 这支柭子你给我看高价多少钱来 你农业几张 这样找我一支多少 一般的柭子不要再带一支农业几张 你经常你企画都要卡着都卡这啊 不然我这支多少 应该是100块以来 来来 洋公署这应该你罢了吧 这我们甘务公正在楼边的很多 我们里面也差不多12块左右 照片上的围墙从铁丝网变成竹篱疤 在沿久围墙边种上绿色植栽 议员分别询问竹子和植栽 当成材料的市价大约多少 只以百万工程经费的使用不合理 四十支我一万三千两百块 这家的会长一万块 好啦 工资给你做啦 五月做一天啦 这样多少 没有三万块的钱 这样说一百万啦 所有的议员的建议款 那都是必须经由公开的招标 那如果说这个部分 我和这些社会局长 那你们请你们社会局阵风调查 到底这个中间是不是核实 市长陈菊已强调团队经得起检验 不排除立刻调查来做澄清 回应议员疑虑 更新欧院朱宇宏采访报导